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了 那昨天我們抽了我們的那個 我們那個盧龍靈淵啦 是抽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把 那其實也中了非常非常多把SSR武器啦 但是呢 好不好 真的是歪得很誇張 那就算了 那就是命了喔 那我們今天晚上來看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救援小白這邊的水墨的 補充跟困難喔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前面的那個程式員跟我們櫃台的那個 前台小姐都已經打了嘛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水墨的普通標準跟困難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也是蠻酷炫蠻好玩的喔 我們就來打一下喔 其實我對於他們這一次開發三人組的這個彈幕啊 真的是覺得超級無敵帥的 而且就是到後面的困難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要好好展了 因為他現在的東西基本上每一個 都是不能用武器去把彈幕消掉的喔 那個敵人會越來越強啊 敵人會越來越強 來 先來看一下喔 水墨這邊的話基本上地圖會有一大堆那個人偶啦 我們看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噴 噴唷 噴毛筆了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 標準版 好不好 那我們的水墨的話基本上就是跟我們的四神 的模型很像 但是他其實完全不一樣你知道嗎 欸 這個墨 墨比還會一直在 哇哩咧 這墨比還會一直流著欸 MG 這有點難喔 唉唷 你看他還一直在後面欸 喔唷 欸欸欸欸欸 哇哇哇哇 這大哥他 他還各種換來換去欸 MG 我真的還蠻喜歡就是忍忍這樣的設計喔 就是他不會直接就是換個顏色然後就是 把那個角色就直接隨便弄起來 他的彈幕也是全部都完全完根 改過的 哇 MG 唉唷 這毛筆確實很難很難閃欸 我覺得他 他真的是 一關比一關還難喔 所以前台小姐應該是 算得裡面比較偏簡單的吧 哇 而且他的那個土口水啊 他那個土口水是 上下分開的欸 你要自己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先用這個 哇 噴沒了噴沒了 哇哇哇靠 你們撐得住嗎 拜託拜託 要贏啦 毛筆大師欸 夭壽 你看他還在後面留著你知道嗎 超猛的欸 這次真的也是蠻帥的喔 但最困難的應該就是那個好不好 接下來的困難模式 這個可能就真的要 比較慘一點點 這個 這個就是再說了 沒有想要拿到三星的意思了各位 三星對我來說真的太難了喔 來 困難看看 通關可以拿到一個A級懸賞令 這對我來說也不是很大的一個吸引力的東西喔 除非他說通關可以拿到十把鑰匙 那我一定馬上認真去 看該怎麼辦 死把鑰匙喔 來看一下困難的水墨 我覺得 他目前來說關卡真的是一關比一關還要難啦 所以 前台小姐再來是城市員 然後再來是水墨 然後水墨這邊的話 來囉 他有點像是那個 劍的一開始的那個毛筆戳脫 來了來了 哇 他這個是 蚊子的招式嘛 蚊子的那個藍色彈彈對不對 哇靠 欸 我直接被爆到了啦 夭壽夭壽 我被爆爆了 愛著爆爆了 夭壽 完蛋 完蛋啦 被愛著爆爆啦 好扯好扯喔 看看喔 剛剛那邊沒有多好 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 其實這些東西你只要花時間 慢慢的去練 慢慢的去跑 其實都是可以就是 好好的慢慢的習慣了 其實還算是不錯喔 就是忍忍這方面我很喜歡圓球是這樣子 因為真的就是還算是不錯 來了 加油 唉唷 口水 好像是下牌口水這樣子 欸他都吐的到欸 夭壽 白色的是下牌 然後黑色的是上牌 好不好 我終於發現了 毛筆 然後是會回彈的 白色的是下牌 黑色的是上牌喔 我感覺他很像 比較像是那個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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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較像是鬼頭欸 一直在吐那個酒罐的感覺 哇 連續捅了 這沒辦法 我們來試試看如果用小焦 然後再加上大招的話 打到後面去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好恐怖喔 說真的 真的好恐怖 他們困難 但我怎麼覺得這隻的困難好像 比前面的還要比的話好像還好 目前感覺起來啦 好不好 目前感覺起來 感覺好像還可以應付的感覺 就是 不會像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那個程式員的那個 代碼 因為那個消不掉 然後他會一直在 在那邊一直留著 那個很麻煩 超麻煩的感覺 來 我們來看看吼 好 飛起來 好 閃過 喔 這個蠻帥的欸 但其實我不太喜歡這種 就是回力的這種感覺的東西 只是 在考驗我的 極 極致閃避嗎 喔 這是下面的 這裡是下面的 這裡是下面的 欸 又被爆爆啦 他還會抓十件爆爆欸 他好猛喔 他抓的台米超剛好的欸 直接 直接被爆死欸 哇 摧毀爆爆的水末嘛 愛的爆爆水末欸 好恐怖喔 好猛好猛喔 那我們看一下喔 加油啊 別再鬧啦 飛 好 好猛喔 喔 他很會欸 啊 他真的是 各種 各種 引爆爆的好位置欸 夭壽的爆爆天王 完蛋了 我從來沒有被四神那麼狂的爆過欸 這個水末 很會欸 哇哩咧 太會了吧 但是我比較想要單親姐姐來爆我們啊 哎唷喂啊 美術小姐姐來背我們好不好 要爆我們好不好 夭壽喔 好恐怖喔 我直接撞到毛筆了 直接撞到畫筆了 夭壽 我看一下喔 哇靠 越來越多隻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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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這個也是很帥 而且 哇靠 這殺小 哇哇 哎 太扯了吧 我想要讓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大招炸下去會發生什麽事情 我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集好一次大招欸 太扯了吧 這不行這樣子吧 我再撐一下喔 我今天一定要集到大招給大家看 這爆爆天王有點強 夭壽 完蛋了完蛋了我們來看一下喔 差一點點而已 好 向下土 向下土 唉唷 你看 土完直接加爆爆 好扯喔 喔 這砍很快欸 這畫筆是不是 不會被消掉 它不會被消掉 哇 不是吧 這畫筆不會被消掉 mg 哇 完蛋啦 我想一下喔 真滴有難欸 真滴有困難欸 九米飯啦 不是我只是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看完大招會發生什麽事情喔 後面的彈幕會怎麽樣喔 看不到欸 飛飛飛 欸 還是被捅到了 喔 太捨了 他是不是又想爆我 他是不是又想爆我了 欸 有有有有大招有大招 不是喔 哇靠 我要先開大招了 不是但是那個毛筆消不掉喔 哇 哈哈哈哈 那個毛筆大概只能用0來閃了啦 哇靠 到底是殺那麽鬼啊 一直在飛 毛筆狂戳 不是喔 幹嘛 不行啦 太可怕了 欸 不是喔 但是我們也打到一半了欸 但是 我覺得毛筆床戳的話 你就是一直去練他的閃避 那個即時閃的話 閃過應該就可以了好不好 這個我覺得 目前來說他跟那個 城市員的那個攻擊 真的太恐怖了好不好 這兩個 夭壽 我覺得全部都很恐怖啦 全部都很恐怖啦 好啦 我們今天繼續玩到這邊啦 大家對於我們水木的這個毛筆的攻擊 覺得怎麽樣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了好不好 那我是水瓶 再見囉 大家 掰掰~~